王醒之 進國會 我們的參選本身就是想要讓更多的人看到 我們正在發展一種新的政治 這種政治就是普通人參政的政治 我今天邀請這麼多朋友來 其實還有一些朋友因為時間的關係沒辦法到 我想再花個幾分鐘時間 認真的讓大家知道 這些朋友他們都是普通人 王醒之強調要擺脫藍綠兩黨輪替執政 讓普通人參政讓他能夠進入國會 推動地方財政劃分法修法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其實就是財政收支劃分法 過去從1999年一路到現在 財政收支劃分法完全沒有修正 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檢視過去二十幾年來 在基隆市被大家一票一票所選出來的 藍綠政治政黨的立法委員 有哪一個真正在這個議題上琢磨 可是我們看到基隆市 老是爛路王的名號擺脫不了 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錢 我們的營養午餐始終沒有辦法跟上雙北的價格 也是因為沒有錢 甚至我們的李林公園沒有辦法定期得到維護 也是因為基隆市沒有錢 更誇張的是我們現在看到千瘡百孔的 基隆市公車系統 他甚至連買車都要買其他縣市 淘汰給我們的二手車 在這種情況之下 基隆市的市民當然會覺得自己 永遠都是二等城市的公民 陪同王醒之登記參選的包括律師 尊重者文史工作者及勞動和青年 來自百工百業 你可以看到過去二十多年來 沒有一個藍綠政黨所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在二十幾年來的過程當中 針對這個法提出明確的修正 我們只知道這個法案 從1999年修過之後 就一直沒有動靜 他長期以來就是造成是一個財政分配 結構不公平的制度 就一直存在在這邊 可是過去這麼多年來 基隆市為中華民國 基隆市為整個北台灣 我們貢獻了多少 貢獻了我們多少的勞動力 貢獻了我們多少環境成本 這件事情其實都沒有被好好計算 所以請之必須要沉重的呼籲大家 立法委員到底應該要做些什麼 我們非常清楚的指出 必須是要在法治面上面提出 比較完整跟深刻的改革 而這件事情 大家過去也可以看得到 請之的能力條件政治道德與操守 我們都相信有辦法 可以把這個工作給扮演好 除了王請之登記之外 也有小名參政歐巴桑聯盟 立委參選人 謝海清登記參選 現年二七歲 本身是教育工作者 代表小黨參選 現在國會裡面 就是很少會有支持 就是有兒童人權理念 跟就是把家庭照護 跟親子關懷的正 有這樣的理念的候選人進去 那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自己本身做為一個家庭 跟一個媽媽的一個角色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把我們自己想要 就是推動的一些親子的教育的議題 然後還有兒童人權的議題 帶進國會裡面這樣子 那雖然小黨就是在參選就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們之前得到的選舉的票數 也是第六大黨 對 所以我們對於這次的選舉 我們還是有信心 就是可以選上這樣子 利用市選委會從十一月二十號 接受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的登記工作 截至今天十一月二十三號為止 有五組的立委候選人登記 那明天還有一天 二十四號是最後一天 我們依法來辦理選舉登記的工作 根據市選委會統計 截至二十三日為止 包括民進黨參選人鄭文廷 五黨籍參選人黃潔陽 家庭基本收入黨邱少佑 五黨籍參選人王醒之 及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參選人 謝海清 總計五人完成登記參選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